我们持续来关注到国民党主席的选举落幕了 那么前主席朱立伦他是以45.78%得票率当选 他是国民党主席直选以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 也是首位票数未过半就当选的主席 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也在昨天早上9点发来贺电 重申坚持九二共事反对台独 那么朱立伦复电则是痛批民进党反中去中 破坏两岸的现状 那么至于选战的大黑马呢 也就是张亚中 则是在北高大票仓表现其实相当的亮眼 也被视为选战活旗 经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党魁之战 惊险胜选的朱立伦得票率不到五成 他也创下党主席直选以来 得票率最高与最低纪录 而在明年九合一大选之前 他得先闯过十月三Q罢免案 以及年底四大公投两大难关 年底四个公投就是对民进党的不信任投票 就是导苏贞昌内阁的投票 那个公投票全部投同意 让苏贞昌内阁下台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在朱立伦宣布 再加上我主张的求同遵义 民进党反正就是逢中必反 我们不会担心这些绿营逢中必反 又在那边抹红 党魁选举中异军突起的学者张亚中 由于七月气打莫德纳 也在选后隔天接种BNT疫苗 而他在北高两大票仓 紧咬朱立伦 成为选战最大gamer 甚至被视为布局北高的国旗 我目前没有这个规划 我在乎的是这个树根 而不是在乎这个树干 或者树枝树叶 张亚中很强 这股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所以张亚中你说他是黏育也好 至少给国民党带来一个刺激 得票处不如预期 只拿下一成八的江启臣 争取连任失利选择重回街头 3Q行动全面启动 党主席选举之后 如何米平选战伤痕 能重返执政 将是百年老店新的掌舵人 最大考验 记得综合报道 另外就要来看到陆委会 他们就批评朱立伦 不应该媚于事实 迎合对岸主张 那么对此朱立伦他就反批 他说绿营各派系 其实就只会使出 他们惯用的抹红伎俩 清朝而出的批评 他主张的求同遵义 而陆委会现在不应该是 沦为打压两岸关系委员会 另外我们要来看到 资深媒体人 钟年黄他与民进党的立委苏巧慧 都是抨击了复电当中 这个纪元不见民国 那么苏巧慧他更酸 原来朱立伦的执志是要成为第二个林郑月娥 那么前国民党青年党团的这个总长 这个是吕庆伟 他就拿出了民进党中央他们发出的公文 上面是完全没有民国纪念 并且他就痛批说 难道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他才是林郑月娥吗 好我们持续来看到张亚中题 他在高雄的得票率是将计四成的 就被认为是受到了韩粉支持者的转移 那么高雄市议员黄绍廷 他就认为说张亚中的票数 来自于蓝营基层的党员 他们对于无能的民进党 没有办法提出强而有力的监督 所造成的民怨导向党员 确实让人回想到当年 韩国于立抗民进党所形成的寒流 那么邱玉轩跟陈美娅他们观察就说 是张亚中的论述打动了党员的心 唤醒了党魂 那么对民进党强而有力的批判 是国民党现在最需要的炮火 我个人认为昨天张亚中先生 他在高雄拿出来的成绩 其实是出乎意料的好 那这个显示什么 这个有两种现象 第一个现象就是张亚中先生的他的论述 的确打动了许多党员的心 比如说唤醒党魂 那维持过住中国国民党的尊严 那第二个就是张亚中先生这个论述呢 的确在国民党中已经形成了一股 不可轻忽的力量 那至于许多人在讲说 那张亚中先生未来会不会有可能转载县市长 我觉得还要多方面的考量 那我考量有两点 第一个 目前张亚中先生主要谈的还是两岸的论述 包括统独 包括九月共事 包括台湾跟中国大陆间的关系 但是其他对于主要的一些民生议题 还有人民感兴趣的议题 以及国民党目前主流在推动的一些议题 张亚中先生目前并没有那么完整的论述跟政策 张亚中校长在这一次党主席的选举当中 在北高两市取得比较高的支持度 来自于蓝营的基层自主党员 对于无能的民进党却无法提出更强而有力的监督 把民怨导向了党院 才会在这一次的投票当中 投给了对民进党相对强硬的张亚中校长 那这个也让人回想到当时的韩国瑜市长 也是在高雄立抗执政二三十年的民进党政府 而形成了一股寒流 我想是因为在整个的论述过程 看到张亚中校长对于民进党 施政无能天怒人怨的这些现象呢 他提出了非常强而有力的批判 以及强烈的战斗意志 那我想呢这也是未来的主席 他必须要去思考的 我们的国民党要如何转型 如何展现我们的炮火 跟我们的强烈监督的这样的意志 要带给人民幸福 然后有效的去抗衡民进党 这样的一个战斗意志必须要出来 欧立法委员陈柏维他强调说 绝对没有党买国外疫苗 还说这个是政治抹黑 不过罢Q总部他们也售出了 6月18号的时候 立法院决议要买4000万剂的疫苗表决 结果陈柏维他就是投下反对票 叫做政治抹黑 第一我反对搞买疫苗的原因 是因为他说要国际认证的疫苗 但是不是说是对一个国际 国际认证是对一个白亚 你怎么跟我说 你怎么听我的意思 你可以使用WHO认证吗 你可以使用美国食药署认证 你相信台湾的食药署 看三二十案 陈柏维投下反对票 好大家看到了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案三二四案的内容是什么 有一段话是这样写 应立即于一个月内 尽速采购完成世界卫生组织 刮补WHO认证 并列入紧急使用清单之新冠疫苗 并扩大采购至4000万剂以上 确保疫苗涵盖率达90%以上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 就是你刚刚影片里面提到的 WHO认证列入紧急使用清单 那你为什么要投反对票 不是吗 你说如果没有的话你投反对票 那已经有你为什么还投反对票 反对加拿大采购疫苗 而且你在线下私底下 为什么要一直去造谣跟说谎 两面人 你骗一直骗大家 骗这些没有看到提案 没有看到议会历程的人 以为原来是你讲的这样 实际上并不是嘛 那你就应该要真实的面对大家说 对 我对不起我选区的选民嘛 因为我投下反对票 明明人家就已经写得很清楚的标准 但我还要装傻 所以最后奉劝你 诚实面对自己 跟乡亲好好道歉 也许可以帮你挽回一点点颜面 说一个谎要花10个谎来圆 说10个谎你要花100个谎来圆 更不要说你两面三刀 表面上说自己当防疫立委 实际上你现在提案 就是在否决嘛 你就是反对采购疫苗嘛 我们每一次的指控 我们都是拿出真真实实的证据 而你每一次指控 我们只会说我们抹黑 我们知道 可是实际上你拿不出任何证据 证明我们抹黑 证明我们知道 这只证明了一件事情 我们在做对的事情 你慌了 12、3号 乡亲们站出来 投下同意罢免票 罢免这个满口谎言 两面三刀 信口开合 出口成脏的立委 欧巴免陈柏惟案 将会成为朱立伦 他接下来的第一场试炼 那么前立委郭正亮 他就有提到说 陈柏惟所在的选区 其实是偏蓝的 另外学者施政峰也直言 陈柏惟态度高调 恐怕会循着王浩宇的模式 岌岌可为 你看黄杰他可以装死 你看他其实本来也是很强悍的 对不对 你看在高中市议员的时候 但是呢 他在中华关头的时候 就是比较低调 人家也劝他说 还是采取低调 你看他越严重 人家就越要把你担 现在陈柏惟有点像是 王浩宇的立委本 所以人家想修理他 你知道他就是 某种程度是无厘头吧 其实因为人家某种程度 也是亲夫才会给他拿走 对不对 所以陈柏惟起来之后 就抓不住 他很厉害的 你知道他那张嘴巴 他问真真的不是很认真的样子 秀比较多 所以人家当然是要电他一下 因为其他地方的人 其实你看那些立委都是服务 民进党算是低调坦白说 因为他们现在准备都准备市长 所以廣洁善言 不像陈柏惟空降下来 然后又是一副很冷的样子 所以大家就想教训 民进党就教训他 他现在低调 他把自己逼到墙角了吧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我不晓得 因为这里又牵涉到 就是说 因为严佳他如果 你知道不出来帮忙的时候 会很难看 因为他上次输掉这个很难看 松动了 所以他一定要全力动员这边 所以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陈柏惟可以怎么样 坦白讲 民进党帮忙是有用 就是说 那出来帮忙 总共这点 你知道这有一个矛盾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现在接下来就是要萊豬 对不对 藻礁 这尤其是萊豬这部分 人家再把它当做暖身动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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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